这机会真的很难得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 好吧 修个半年学 一定可以从 这次的经验中学到 证别学业 从美国飞来台湾 踢碗的盐一阁 站上舞台第一站 就惊艳全场 可说是他踢碗赛中的 代表作 I want to thank you because you made me that much stronger When I go up I knew you again That you were true I guess I I couldn't trust But your blood time is up Cause I've had enough You were there by my side Always Don't go right But your Joywatches came down in flames Cause your greed saw me out of shame After all the stealing and cheating You probably ain't an Hole reason for you Oh no You're wrong Cause if it wasn't for all that you tried to do I wouldn't know So I gave up more I meant to go through So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Cause it makes me that much stronger Makes me walk a little bit harder Makes me that much smarter Thanks for making me a fighter Can we learn a little bit faster Makes my skin a little bit thicker Makes me that much smarter On the way Make me a heart One 反正我也就沒有什麼包袱 就是一個很想唱歌 很想學習 很想表演的心態去參加 來 堅持自己音樂夢想的一格 離家來台灣參加比賽 一個人生活讓他變得獨立 但身旁没有亲友陪伴 却也让她倍感寂寞 都在抢一两分钟就挂了 然后可能小时候就觉得 妈妈好 就是一直说我这里不好 这里不好 可是现在她都说我反而不开心 然后她那天说了一句话说 你为什么一直拿电话不放 然后我想说 我好寂寞 然后就 很想家 一个人来台湾比赛 没人分享快乐悲伤 让一格分外想念家人 然而这样的心情 却让她在唱歌时 更能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首赋予她孤单心情的 《我们都寂寞》 广告后将为您献唱 星光新生风格鲜明 星光传奇 鈴 Thats Mixing 一面一根老蜜谷 走过 把路灯开曝 有你在家里哭得的我 难道比他幸福得多 现在不想下班的我 没爱好难过 有爱算什么我恨过 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拥有什么 可能我们都寂寞 走过马路的我说 一个人寂寞 两个人寂寞 可能我 我不知道拥有什么 拥有什么 我害怕什么 我害怕什么 我不知道爱算什么 想要什么 而我 想要什么 我以为 会那么寂寞 心疼 我 意境 还有他自己的 怎么讲 他要说的话 全部放在这首歌里面 然后 他甚至 有一个 怎么讲 就是一股作气的 闷起 然后又再爆发出来 那个情绪 其实很好 很好 非常棒 说实话 在台湾还没看过 女歌手有这样子的表演 他把一些比较 舞台剧的一些 Drama的东西 带在他的歌唱里面 非常棒 除了能诠释出 歌曲中的戏剧张力 就连大家不熟悉的 粤语歌曲 歌歌也能唱得 思思入寇 留意选顶 《中心与孙努勇者》 最终一片冷的风 各种空去冷冷 吹起吹起风里梦 过去的心 火焰卸焰 勇天变了冰冬 记忆中突然又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哇 廣東話可以這樣子唱的 我覺得完美 因為唱得非常的精緻 那整個就像剛剛David講 其實對廣東歌 其實詞我也聽不懂 但是我居然可以被帶到歌的情緒裡面 這真的不簡單 就最後一關我有選 就是邊唱邊跳 然後就很緊張因為沒有試過 可是也很期待 因為我沒有試過 所以很想嘗試 所以就希望可以表現得好 第一次在星光舞台跳舞的格格 現在十分擔心 但其實他可是有舞到底子了 好 OK 那我想先看你的程度在哪 你可以先跳到嗎 看看 看哥哥晃成這樣 這支天鵝壺應該很久沒有跳了吧 雖然小時候學的芭蕾派不上用場 但為了給大家一個驚喜 哥哥可是非常賣力的練習喔 一 二 三 三 好 總結局到這邊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好難喔 他很緊張 很怕 然後就一直跳錯 可是就全力以赴希望可以表現得好 星光傳奇賽最後六強 歷經三個月 在一到五班高手中脫穎而出 實力堅強 各具特色的六人 到底誰能在最後一戰擊敗對手 拿下傳奇賽的冠軍呢 難以預料的結果 8月22日晚間8點即將揭曉